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们好 有人觉得活手瓜该怎么吃呢 我正常今天採了两个活手瓜 那活手瓜採到以后呢 我正常就是在水槽里面呢 就在水槽以后用冲洗 然後沖洗的過程裡面呢 如果你比較不馬虎的人 就比較細心的人 你不妨用一個牙刷 因為這個活手刮裡面你可以看到 它有很多的紋路 那這些紋路呢 你又要清理乾淨 我覺得用 牙刷 不要的牙刷 是一個很不錯的東西 經過你這樣刷過以後呢 這樣清水通完以後 那我正常來講 我會一下擺製一下 讓它所謂的自然的一個乾了以後 再把它包到冰箱裡面冷藏保存 讓它的鮮度 那今天呢晚上我可能就會 做一個活手刮的一個涼拌 是一個簡單的涼拌 其實等一下 做晚餐的時候 再給大家解析囉 火手刮 並不難製作 今天我主要是應該是做咖哩飯 所以呢我火手刮呢 就先把它切成條狀的 那我正常來講是 把一個火手刮拿來以後 氣頭氣尾以後 切成這樣的條狀 那等一下呢 我們就用開水下鍋呢 把它燙軟一點 因為我比較喜歡吃軟一點的火手刮 我就喜歡吃帶脆的 嗯 我們用加熱水以後呢 就用火加熱 把這個清水呢 把它煮開以後呢 再來換我們的 所謂的火手刮 那今天我為了 讓自己加個菜 我換了一個土雞蛋 那用水煮的方式呢 煮一個土雞蛋 加在我的咖哩裡面 可能就 加菜的嫌疑 那等一下水開了以後 我們就把火手刮丟下去 我們再放我們的火手刮 那水開了以後 我們就把火手刮丟下去 丟下去以後呢 等水再開了以後 過個兩三分鐘 其實就可以起鍋了 那起鍋以後呢 我們再來拍一下 OK 水已經開了 那我們準備起鍋了 那大家一定會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剛才水還沒有開的時候 我就先把我的土雞蛋放下去呢 因為呢 那土雞蛋如果說你水開了以後呢 你再放土雞蛋 那土雞蛋的蛋白呢 可能就會跑得到處落石 所以說正常來講 我們是 在水沒有開的時候 就先把雞蛋給放下去 等水開了以後 再放火手刮 那這時候呢 雞蛋也差不多熟了 那等個兩分鐘以後呢 OK 我們現在可以起鍋 哈囉 大家好 那這就是我的晚餐 有咖哩再加一個蛋 那這邊 左邊呢 就是我講的 所謂的火手刮 涼拌 那因為我愛吃辣 所以我加了點辣 然後你也可以再加點醬油 但味精就免了 因為火手刮本來就蠻甜的 好啦 我們今天的晚餐就做到這裡 那希望大家會喜歡囉 下次再見 不要再加點露 那些雞蛋 還有雞蛋 然後有散漫 的雞蛋 都沒在做 一般 那些雞蛋 沒有起鍋 那些雞蛋 那些雞蛋